粉丝提问,如果吃鸡上线人机模式会怎样? 人机模式就是除了你四人小队是真人,其他都是人机 游戏将有这三个变化 一,很多玩家会沉迷人机模式 人机模式相比于正常模式,有什么好处呢? 那肯定是人机模式更简单了 里面的所有敌人都是傻傻的人机 我们钢枪都能赢,想抢空头就能抢到 物资也不用怎么搜了 直接击杀人机,拿人机身上的就好了 总之人机模式会很好玩 会有很多玩家沉迷其中 二,游戏人数会变多 人机模式因为简单无脑,肯定会吸引大量玩家 有些玩家在正常模式刚不过别人 玩久了就不想玩了,因为老被虐 如果没有人机模式,可能就真的不玩了 而如果真上线人机模式了 他们能在人机模式中找回游戏的乐趣 人数流失自然就会变少了 游戏人数就变相增多了 三,皮肤销量会下降 虽然加入人机模式有很多好处 但有一个坏处是光子不能接受的 因为纯人机模式,说白了就是单机模式 只有你一个人或者小队四人是真人 其他都是电脑控制的人机 那么你玩这个模式肯定不会去充钱买皮肤了 毕竟买了给谁看呢 在人机面前却要新皮肤嘛 所以上线人机模式肯定会多多少少影响皮肤销量 这才是光子不上线人机模式的关键原因嘛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我们下期见